部门的部分可能就是要特别小心 不过大家有同学问说 老师为什么你这个地方不讲一下有关用Excel里面哪个函数可以取出那个部门部分 跟各位讲一下 其实说真的啦 以这个部分来看 我说真的啦 即便有这个函数存在 那应该也会写得非常非常的痛苦 那那个公式也会非常非常的冗长 所以相较之下 像这个地方说真的啦 我干脆直接用VBA来写就好了 为什么因为VBA第一个是真的做得到 第二个的话说真的啦 程式里面就是增加逻辑判断 所以以后的话 相对复杂的资料处理 说真的啦 即便是有相对应的函数 可以帮你组成你需要的公式 但是一定也会相当的复杂 尤其像有些公式里面甚至还会需要执行阵列 执行阵列的话就是Ctrl Shift加Enter 哇 那那个实在是有点像是用那个公式里面执行那个FOR回圈的道理 有点类似啦 那以我的经验来看 在Excel里面下那种复杂的公式 还要执行阵列 哇 失败率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如果遇到类似像这种情况 我干脆写VBA算了 为什么VBA第一个啦 你可以拆成好几行慢慢写 第二的话你如果要除错的话 像刚刚我按F8 慢慢慢慢看 那如果有错没关系 我在除错过程当中可以马上修改程式 而且变数里面值是什么 我大概可以check一下 那相对的我会比较有多一点的把握 而且比较不容易做错啦 然后相对的话我会觉得说 如果以处理相对复杂的工作内容来看的话 其实还是用VBA比较OK些些 所以以这一题来看 那请各位试着参考云端白板上面的第四页上面 这边有程式码 那其实关键的地方 其实就是增加一个逻辑判断 IF 那后面的话加两个条件 第一条件的话呢 就是他一定所在的一定是159 反正每四列就是跳一个 反正我就确定说 他就在那个列啦 第二个的话呢 他是在第四栏 只要是这两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我就会抓部门的那个资料 那抓部门的资料的话 基本上一样 就是什么 中间加等号 把后面的资料复制到前面去 其实大概都差不多 所以其实请各位稍加熟练 那将来呢就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我想这个 尤其是针对相对工作上比较复杂的事情 你实在说真的 你也找不到其他对应的函数的话 那我建议你干脆直接用那个VPA来思考 恐怕相对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所以后面的话呢 我们今天又最终上课啦 然后呢我们后面要思考就是 如果你想不到哪个函数可以解决问题的话 那如何用VPA解决问题 那VPA该怎么写 所以呢待会请各位 把刚刚那一题完成之后的话 那再稍微跟我开启一下 就是在第五个单元 检视与参照里面 找一个叫所属单位查询 那这个范例的话 其实也是同学发的问题 这一题我把前面这一题先关掉好了 好,储存 记得要存成那个启用巨集活跃部 不然你的VPA就会消失 OK,好,存起来 那请各位看一下 这个就是所属单位查询这一题 那其实它的逻辑 这也是同学每天常常遇到的问题 这一题基本上你用V软函数 或index、index 其实相对可能都办不到 那怎么办 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就要想说 用VPA来完成的 可是问题VPA该怎么完成 这一题其实还蛮特别的 那请各位看一下 它所谓的所属单位 后面有答案 其实后面答案你可以把它删掉 那个答案其实就是那个 其实这个也是同学发的问题 那我有问他说你这个问题可不可以直接干脆拿给我当上空饭 他说OK没问题 然后他很贴心 他在后面还跟你讲说 如果你答案是什么的话 那表示你做对了 那比如说呢 他逻辑很简单 高明明这个人在哪个单位 那以前如果用那个V软数的话 假如说你要查的资料 刚好在这个表格里面的第一个栏位的话 OK 比如说第一栏就是人员的话 那应该就OK了 可是你会发现他这边的话 第一个栏位是A单位 而不是人民 而且人民还是分散的 也就是说第一个栏 第一列的话呢 就是各部门在哪个单位 然后底下的话呢 就是那个单位里面的那些人 可问题的话 你要怎么样刚好知道说高明明 我会找到了 再去他 他不是说叫你用眼睛看 高明明看一下 这边没有 这边没有 找到了在G单位 你就把G单位copy贴过来嘛 你会发现一定会很浪费时间的 那陈晓明在哪里 陈晓明 第一个就找到了 OK 你就在A单位 那其实特别注意 他其实不是要你找说 陈晓明是在哪一栏 也不在哪一栏 反正就是把找到资料的同一栏 同一栏里面的第一列的资料 反正他找到不管 反正一定是第二列一直到第八列 其中一个列数 那栏的话一定是同一栏的A 同一栏的第一列的那个资料 帮我把它带过来 带到这里来 带到这里 这个A单位 这个依次类推 而且你会发现人员很多 要慢慢查 那假如人这么多 你怎么可能慢慢查 那很浪费时间 如果你没有别的方法 你就土法炼钢了 可是要什么方法 可以来完成 当然你们可以想想看 如果有想到用哪个函数 或许你也可以告诉我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那对应的VBA程式该怎么写 所以首先一样 这个程式我看 有了 这已经写好了 OK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我们来看 如果我的需求是这样 我希望写两个按钮 按下它 自动帮我把所属单位查完 按下它清除 大概是这样 按下 理论应该都OK啦 这答案应该都对的 那只是说程式如何撰写 1的话一样是VBA,2的话一样插入一个模组 那我们需要在这边找一个叫Sub 我们先增加一个Sub 叫所属单位Enter 那再来的话怎么找 那请各位先思考一下 想想看 如果说你有想到 Excel里面有更简单的函数可以解决 或Excel里面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可以解决 有的话你也可以再告诉我一下 OK 不然的话说真的 以这个来看的话 真的只有写VBA 才有办法解决 至于 好 如果写VBA才能解决 那VBA该怎么解决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先试试看 把这个 搜索单位查询打开 想想看 什么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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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